接下来这则新闻邀请家长们注意了 新店区出现一例肠病毒重症 因此新北市卫生局把新店列入了肠病毒高风险区 呼吁家长们要特别的留心 并且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 例如孩童口腔、手掌或者是脚掌出现水泡 病童发烧等感冒症状时 要尽快的就医治疗 新北市从6月24日起 因为一周内有超过1800例肠病毒急诊个案 正式进入肠病毒流行期 而新店区因为也有一例肠病毒重症 因此新北市卫生局已列入肠病毒高风险区 呼吁家长要特别注意 另外也提醒托育机构 务必要遵守7天内 如果有两个幼童感染肠病毒 该班级就必须停课7天 目前肠病毒所流行的主要为肠病毒71型与D68型 71型容易引起中枢神经病发症 D68型则可能造成呼吸道或是神经系统症状 家长如果发现婴幼儿出现嗜睡 意识不清 手脚无力 持续呕吐 呼吸急促或是心跳加快等症状 一定要立即送医治疗 此外 70疫情肠病毒容易引发脑膜炎 心肌炎 心肺衰竭 甚至死亡 而且数年内会发生一次大流行 由于今年在社区已经发生不少轻症案例 而且较往年来的多 所以推断今年有可能为大流行年 民众要提高警觉 注意个人卫生 经常使用肥皂洗手 如有口腔 手掌 脚掌 出现水泡 病发发烧等感冒症状时 请就医诊治 记者声明站门齐 新店采访报道